歡迎大家回到我Algebra 2 第二課 複合函數 複合函數我們叫做 Composites of Functions 這個影片將會是用廣東話來教授 讓大家知道什麼叫做複合函數 雖然用廣東話 但裏面一些數學名詞 數學的 terminology 我們都會用回英文 我叫Tom Lee 這是我的 email address 還有我所有的YouTube Channel 大家都找到 事不宜遲 我們去到主要課程 首先我們要知道什麼叫 Composites of Functions Composites of Functions 我們給一個定義 定義是什麼 如果有兩個 Functions 一個 Function G 另一個 Function F of X 接著我們把這兩個 Functions 複合一起 變成一個 Function of J 這個 Function of J 我們稱為一個 Composites of Functions 下面有一個例子 例如這個 Function G of X 是Equal to Function F of Function G of X 你看到 拿出來的 result 那個答案 當是一個 Input 放在一個 Function F 那裡 是計算出來 最後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 我們稱為 F Composites of G of X 這個就是 Composites of Functions 我們看看下面的例子 讓大家知道 因為只是說 Theory 大家可能不太明白 為何要這樣做 以及這是什麼 我們會看看下面的例子 例如我們有兩個的函數 一個就是 F of X 等於 X 加 2 一個就是 G of X 等於 2 X square 減 4 接下來我們要計算的就是 F X Composites of G of X 我們會把 F X 出來的 result 這個 F X 出來的 result 放在 G 上去計算 G of F X 這個就是 Composites Function 我們看看 G of F X F X 也就是 X 加 2 所以我把 X 加 2 放在 G of X G of X 現在就變成 G of X 加 2 等於 2 乘比 這個就是我們把 X 加 2 代入這條式的 X 所以就是 2 乘比 X 加 2 的 2 次方 減 4 X 加 2 的 2 次方 就是 X 加 4 X 加 4 也就是 X 加 4 X 加 4 乘比 2 再減 4 這個就是 F X Composites of G of X 的一個 Function provide出來的可以叫做 G of X 或者 H of X 接下來我們會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如果我們有一個 Function of X 等於 X square 加 2 Function of G X 等於 2 X square 減 3 X 加 4 現在我們要找的就是六個 question 有六個問題我們要做的 就是 F Composites of G of X 是什麼 G Composites of F of X 又是什麼 G of 2 和 F Composites of G of 2 我們要計算出來 大家就準備好一張紙和筆 我們會在紙筆上教大家如何做這件事 記住盡量不要用電腦 某些 App 幫你手做這件事 盡量用手 用紙去計算出來 你計算完之後 就會更加容易明白 如何去計算 Composites of X 我們做完這個之後 我們會有Example 2 做第二個Example 2 我們現在就去一張紙筆的情況之下 繼續做我們的例子 F X 是 X square 加 2 G X 是 2 X square 減 3 X 加 4 我們現在找 F Composites of G of X 是等於什麼 我們就會寫成 F 然後是 G of X G of X 是什麼 G of X 在這裡來說 就是 2 X square 減 3 X 加 4 所以會是 F of 2 X square 減 3 X 加 4 這個就是 F of 這件事 這件事我們可以把 2 X square 減 3 X 加 4 是代入 X square 加 2 裡面 X square X 就是 2 X square 減 3 X 加 4 所以我們就會有 2 X square 減 3 X 加 4 的 square 再加給 2 2 X square 減 3 X 加 4 的 square 然後加 2 我們可以逐個乘進去 1 X square 減 3 X 2 X square 減 2 X square 減 4 X 加 4 次方 2 X square 減 3 X 是 3 次方 2 X square 減 4 加 8 次方 然後負3x乘比這個就是負6x3次方 負3x乘比負3x就是正9x Square 2次方 負3x乘比4就是負12x 然後這個4也是一樣 我就在下面寫下去 也可以在旁邊寫 按照旁邊寫 就是4乘2 就是加8x的2次方 減12x 再加16 4寫16 再加2 接著我們就拿下來下面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4x的4次方 至於x的3次方有負6 有負6就是負12 負12 就是減12x 3次方 x的2次方有8 加9就是17 17加8就是25 加25x的2次方 x的1次方有負12 負12就是負24x 加16加2 就是加18 這個就是第一條的答案 這個就是 f composusus of g of x 計算出來的答案 然後到b這條 我們看b這條 就是反過來 g composus of f of x 我們可以寫成 g of f 就是x 然後我們可以寫成 g f of x 就是x 加2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寫出來 g x2加2 就放在這個位置 放在2x2的位置 這個x 也就是x2加2 所以我們會有2 x2加2 2次方 減3x2加2 再加4 寫下來的答案 2 這個x2加2的square 我們就會有2乘 x4次方 加4x2次方 再加4 減3x2 減6 加4 減4 減4 減3 x2次方 這次成為2x4次方 加8x2次方 加8 減3x2次方 減6 減4 減6 減4 減6加4 出來的結果 我再減少許 出來的結果是甚麼 4次方 就是2x4次方 2次方 這裏有8 減3 即是5加5x的2次方 這裏有8加4 12減6 即是6 答案 就是6 大家可以看到 這兩個答案 是會不同的 f of g of x 和g of f of x 就會改變了 不同了 接下來我們看第c 這一條 就是g of 2 c 就是g of 2 g of 2 其實把2放進去 這個位置 放進這個位置 2x square 減3 我們看看g of 2 我們放進去的話 就是2 把2代入去 就是 square 減3乘2 加4 這個會是一個 constant 一個數字 這個答案 就是2乘4 就是8 減6 加4 答案就會是一個 constant 6 這個答案 這個就是c這條的答案 接著d這條的答案 就是我們會計f of g of 2 你可以看上高g的答案 f of g of 2 f of g of 2 就會是f of g of 2 g of 2就是6 所以f of 6 這個f of 6 我們把它代入這條式 把6放進去x 我們會計到 我們就會有6的二次方 加給2 36加給2 就是38 答案是38 這個就是f of g of 2 就是38 e這一條 我們就會計f of 2 f of 2 我們把2 是代入去fx這個 function x 就是這個代入2進去 所以我們有2的二次方加給2 我們就會有2的二次方 加給2 2的二次方是4 加給2就是6 答案就是6 f of 2也是6 接著就是f f那條 f那條 我們計f of 2 g of 2 就是g of 6 g of 6是多少 我把6 代入去g的那條的equation 即是把6代入去x 裡面 我們就會有 2乘6的二次方 減3乘6 加給4 2乘2的六次方 就將會是 36差2 減18 加4 也就是72 減14 減18 加4 減14 會是58 答案會是58 你會看到 我們無論是 A那條 我們計算出的答案 B那條 我們都會計算到的答案 C D E 和F 我們都會計算到的答案 這個就是我們怎樣去計算composys of function的方法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大家不妨看看 看看自己可不可以計算到的答案 如果沒有問題 你就可以去第二個例子 好了 做完第一個例子 我們回來做第二個例子 如果我們有一個 F 就是4 等於4x g 是3x 減2 而h 就是8x 2 減3x 我們計算一下下方有三個composys 一個就是 f composys of g composys of h x 是甚麼呢 另一個就是 h composys of g composys of f x 又是甚麼答案呢 第3 和第4個 準備好了嗎 如果大家準備好 也是一樣 拿一張白紙 寫下這個題目 和幾個我們要找的 答案 然後我們開始 去計算 好這個就是Example 2 Example 2 Composys 我就寫下了 fx 等於4x gx 等於3x減2 hx 等於8x 2 減3x 我們現在要找的就是 A B C D 這四條的問題 A就是 fcomposys of g composys of h 的x 等於多少 我們怎樣計算呢 這個計法很簡單 我們寫下 fcomposys of g composys of h 的x 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我們可以這樣寫出來的 f of g of h of x 這個就是我們要計算出來的 h of x 就是8x square 減3x 我們就會寫下 f of g 這個就是 8x square 減3x 我們把8x 減3x 丟到g 這條的 函數裏面 因為gx 等於3x 減2 現在這個x 就等於8x 減3x 我們就會 f of 8x square 減3x 減3x 乘比3 因為前面有個3 再減2 我們就會把這個乘回 f 這個是 8x 24x 3乘比-3 就會是-9x 再減2 我們會把24x的二次方 減9x減2 是放回這個fx 等於4x 我們就會有4 乘比24x square 減9x減2 4乘24 就是96x 4936 就負36x 428就減8 答案就等於96x 減36x 減8 當然你可以抽的common factor 你可以抽的2出來 如果你想 剩下一半的話 96減2就是48 的x 減18x 是減2 如果你抽的common factor 但如果抽的common factor 也會變回這個 所以這裡我們不做了 答案就是96x的二次方 減36x 減8 這個就是 f composus of g composus of h h的做法 其他的做法 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就留下 h composus of g composus of f exit 以及 這兩個的題目 讓大家去做練習 基本上大家可以拿一張字出來 是做練習的 做了這個練習 接下來 我們就會拿一個實際的例子 為什麼我們要計 composus of exit 讓大家去明白 好 現在我們就看看 為什麼我們要計算這個composus function 假如 這裡有一條題目 一個例子 是講解 為什麼我們要計算composus function 例如 Tom 種一些 tomato 以下這個composus function 就告訴你 我們種番茄的時候 它在三個月之後 可以得到 多少公斤的收成 我們就會把這個composus 放下來 如果 種的番茄 這個x 就是多少 的田 如果有多少 的地 它會種出 番茄的收成 就會是 這個composus 當然這個是假設性的 真正的 這個 function 你就要 真的做農夫的人 才會 Divide 這個 function 我們假設有這個 function 也就是說 在這裡的例子 如果有兩畝的地的話 它就會把這個2 放在這個x裡面 subtile 就是代入這個x裡面 我們就會 看到就是 500-30 三個月之後 它就會有470公斤 的番茄的收成 這個是最主要的一個行數 去計算 如何收成 問題就是這裡 Tom也知道每一畝的地 是需要1000元的錢 我們就會有另一個 鹹數 這個鹹數就是 計算有多少畝的地 可以用到多少畝的地 當然是 取決有多少錢 這個錢 如果我們有的錢是m的話 它的 function 就是m除1000 我們沒有 計算其他的手續費 我們只是純粹 買了那個地 地是1000元 一畝 它有多少錢 譬如有3000元 他就買了三畝 4000元 他買了四畝 如此類推 我們會有一個行數 計算 他有多少錢 他買了多少畝的地 接下來 我們就要計算 現在Tom有4750元 他拿來買 地 買了多少地 那些地 在種番茄的時候 在三個月後 他又拿了多少番茄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 就是我們要計算 怎樣計算呢 我們就會用Composive of Functions 這個composive of Function P M 這個M就是它的錢 我們會將這個M 用這個 Function A 去計算 究竟我們有那麼多錢 又可以有多少畝的地 有那麼多畝的地 可以有多少個收成 我們放回T 所以這個就是 T Composive of A Function的用法 大家可以嘗試用筆 去嘗試 像剛才我們做Example 1 和Example 2 一樣 去嘗試計算 4750元 可以買到多少畝地 亦都可以令到 Tom在三個月後 究竟有多少番茄 in kilogam 1公斤的收成 好了 再見了 Adio Hasta Luego Bye Bye